第六十五章 古之圣为道者 非以明明 将以明明 明知难治 以其治多 故以治治国 国之贼 不以治治国 国之福 知此两者亦积世 常知积世 世未玄德 玄德身以 原以与物反以 然后乃至大顺 第六十五章 古代善于行道的圣人 并不教导人民如何经营 而是要人民 不为如云 人民之所以难治理 就是太巧诈了 所以崇尚智慧技巧来治国 百姓个个就变得 贼头贼脑 不以智慧技巧治国 国家就会多福 这两者是重要的法则 常将这两个法则 放在心上 就能积功德 这个功德可影响深远 终能与万物一同 反为重复的本性 而达到大同世界 谢谢 倫敦